在山上折腾了半个月 我挖到了一株罕见的千年人参 下来的时候 身上脏兮兮 裤腿上还有泥 想着又能大赚一笔 我很高兴 你腿子 你知道持家怎么走吗 一个妇人万分嫌弃的语气 朝我喊道 我抬眼看过去 一辆挂着北市车牌的牌照 车里坐着两男两女 一个中年男人 和一个中年女人 那两个年轻男女和我年纪差不多 做富家少爷和富家小姐的打扮 一个个嫌弃无比地看着我 甚至 富家千金捂着鼻子 对着身边的富家少爷说道 食言 他好脏 好臭啊 这里果然是穷山恶水 他是吃猪草长大的吧 你看他背楼里还背着猪草呢 我皱眉 心里觉得好笑 上千万都难求的续命人生 被大小姐说成是猪草 不知道说他蠢 还是说他没见过失眠 我朝着车子走了两步 刚想跟他解释 我背楼里的是人参 富家少爷挡在富家千金面前 长着手臂 跟母鸡互宰似的 你腿子 站在那里说话 没听见我姐说你好脏好臭吗 你别熏着他 对啊 你别靠得太近 我们跟你打听一下驰骋 不会让你吃亏 富人说话的时候 从包里抽出几张钞票 随意丢在我身上 骆 赏你的 我没说话 默默捡起地上的钱 乱丢滑壁是违法的 这帮法忙 在我弯腰的时候 几个人又开口嘲弄一番 尤其是富家少爷的声音最大 哈哈哈哈 姐 你看他的穷逼 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蹲在地上捡起的样子 好丢脸 像一条狗 哼 他那副穷酸样子 做我家的狗都不配 富家千金哼了一声 我没说话 把钱整理好 还给车里的富人 什么意思 嫌弃钱少吗 告诉我驰骋住哪 我再多给你一点钱 富人更嫌弃的目光对我说 好似我真的趁机敲诈他 狮子大开口一样 不用找了 我就是驰骋 原来 他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 那个富家千金是我的亲姐姐 富家少爷是取代我未知的假少爷 而我是驰家的真少爷 不过一家人似乎不怎么待见我 明明半年前老爷子已经告诉我 我的亲生父母来找我 过了半年 他们才找来对我这个驰家真少爷 当真是可有可无 你就是驰骋 我的亲生母亲林婉 仍旧是嫌弃的目光看向我 对于他想象中的驰骋 眼前的我 明显让林婉很失望 果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 把你养成这么个东西 哪里像我驰家的孩子 比我的驰验差远了 妈 她哪里有资格跟驰验比 她连驰验一根头发都比不上 驰飞飞撇了撇 用眼角的余光 从上到下 把我扫了一遍 驰验拉了拉驰飞飞 红着眼眶 姐姐 你不要那么说哥哥 哥哥生活在这种地方 吃猪草长大 很不容易呢 我不懈地扫了一眼驰验 哟 还是个绿茶男呢 对啊 我确实不容易 如果不是我 该在这里吃猪草长大的人 是你 驰验被我看一眼 立马驰飞飞的怀里 一副害怕我的样子 姐姐 我害怕 驰验 别拍 有姐姐在 驰飞飞像个战斗的母鸡一样 抱着驰验 瞪着我驰骋 你不要欺负驰验 你以为我们接你回去 你就可以欺负驰验吗 这他妈就叫欺负他了 小爷笑了 我抬手 趁着驰验不注意 手里的穴位 朝着驰验扎了过去 驰验立马没有力气 趴在驰飞飞身上 动弹不得 药物刺激到穴位 驰验的眼泪不住地溜 不是装绿茶 喜欢哭吗 小爷让你哭个够 驰验的哭声越来越大 驰飞飞察觉到不对 慌忙问到驰验 你怎么了 不 不知道 姐姐 我一直想哭 忍不住地哭 驰验哭着对驰飞飞说 转而 驰验又指着我 跟驰飞飞告状姐姐 是她 一定是她对我做了什么 刚刚我觉得头疼 她分明没有看到我对她下手 已经迫不及待地给我泼脏水 驰验可怜兮兮的样子 惹得驰飞飞心疼不已 她护着那个假少爷 根本不在乎 我才是她的亲弟弟 驰飞飞朝着我大喊驰验 你对她做了什么 你不准伤害她 我能对她做什么 她自己爱哭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瞥了一眼驰验 驰飞飞和驰验找不到证据 没办法行吧 如果让我知道 你对驰验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饶碌了你 驰飞飞威胁着我 恶狠狠的目光 想要扒我一层皮 好了 说那些没用的 你们不是来接我回去吗 还走不走了 我懒得和驰家人废话 穷日子过怕了吧 这么迫不及待的 想跟我们回去 驰验一点做母亲的样子都没有 她不喜欢 她喜欢那个假少爷 迟言 既然想回驰家过好日子 那我提前把丑话说在前头 驰家不是那么好回去 你要老老实实的 在驰家待着 别给我们添麻烦 行啊 你们不想让我回去 那我不回去了 我满不在乎的开口 掉头准备离开 驰验和驰飞飞极了 驰验顾不上我身上脏 伸手拉住我 等一下 第三章003 我站在原地 驰验连忙松开我 好似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 拿着纸巾 当着我的面 嫌弃地擦了擦手 时诚 你别作药 跟我们回去 我会给你养父一笔钱 我知道 驰家一定要我回去 他们来找我 有别的目的 听到驰验说钱 我做了让步 虽说 驰验那三瓜两枣的 对我养父来说 不算什么 好歹是也是钱 不要白不要 我点了点头 立马赚钱 我跟你们离开 当着林婉的面 我拿出手机 让林婉付款 见钱眼开 尚不得台面的东西 连一直沉默的父亲 池建国 都忍不住骂了一声 我没理他们 收了钱 打算上车 池飞飞嫌弃我脏 把我赶到保镖的车里 坐那辆车 我都无所谓 回了池家 我原先的房间 已经被池炎占去 林婉指着保姆住的房间 对我说你原来的房间 池炎住着呢 他都住习惯 一时半会 也不方便搬走 你去纳住 池夫人 那可是保姆的房间 我笑了笑 他们的意思很明白 在羞辱我 哪怕把我接回池家 他们眼里 我和池家的下人一样 说是不方便 让池炎挪房间 实际在让我认清楚自己的地位 保姆的房间怎么了 池飞飞嗤之以鼻 比起你在乡下住的那两间泥瓦房 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池炎 你不要不知足 他觉得 池家把我接回来 让我住在保姆的房间里 我应该感恩戴德 跪地谢恩 而不是嫌弃 我确实不知足 我不住在保姆的房间 我要住自己的房间 我对着林婉说 那个房间是我小时候住过的 我想住回去 食言一听 原本药效过了 也能立马红着眼睛 满眼都委屈 妈 姐姐 我还是搬到保姆的房间去 让池城住自己的房间吧 我住哪里都一样 他委屈的样子 看起来很让人心疼 演技不错 没去男曲班子唱戏 可惜了 说着话 食言做事要去房间搬东西 池飞飞一把拉住 食言不许给他让 他只配住在保姆的房间 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 妄图住你的房间 他都不看自己配不配的吗 他看不上我 觉得我不配 食言才配做家里的少爷 我一个乡下长大的 要跟个下人一样 在他们面前活着 林婉亦是赞同 食妃妃的话 池城 你怎么可以那么没有教养 一点不懂的谦让 你看看池言 他多懂事 你果然不像我们 持家的孩子 持言才像 他倒是真希望 我不是持家的孩子 太看不上我 可惜 他又不得不把我找回来 他们有自己的计划 我扫了三个人一眼 默不作声地上楼 不过一会儿的功夫 我把持言的东西 全都丢了出去 持诚 你发什么疯 你居然敢丢持言的东西 持妃妃朝着我大骂 小杂 重 你可真厉害 持诚 你真没有教养 太过分 林婉也很生气 持言依旧查言查语妈 姐姐 让哥哥住吧 我住保姆的房间就好 我委屈一点 没关系的 不能委屈了哥哥 我的目光 在每个人脸上扫了一遍 认真开口 我再说一遍 我要住自己的房间 如果不是这间房间 我不会留在池家 他们不敢赶我走 需要我留在池家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 第四章004 让我代替持言 去去霍家的二小姐 谁都知道 霍家二小姐又丑又胖 脑子还不清楚 池家在北市圈子里 算是最差的权贵 他们想要高攀上去 必须得巴结 北市第一世家 一一霍家 持家舍不得 让持言受委屈 娶那个丑不拉几的 霍家二小姐 才想起我这个 丢失多年的真少爷 所以 跑到山沟沟里 来找我 为了持家的前途 他们也不敢把我赶走 我跟他们回来之前 已经查得很清楚 林婉和吃飞飞 脸色很不好看 还在犹豫 让不让我住保姆间 持言已经扛不住 连忙开口妈 姐姐 我住保姆间挺好的 房间本来就是哥哥的 我让给她 是应该的 说着话 持言搬东西回保姆间 林婉和吃飞飞 冷着一张脸 嫌弃隔应地说 我看看你 一点教养都没有 还是我们持言懂事 你根本不配做持家人 他们也是可笑 真以为我愿意做持家人 没礼林婉和吃飞飞 我回房间休息 躺在床上 我联系 愿意买我千年人生的买主 两千万成交 是个阔气的 我看着卡后的余额 又多了两千万 和老爷子炫耀了一番 引来老爷子 一通谩骂钱 钱 钱 什么时候 给我领个孙媳妇回来 老爷子 我把钱都给你 我天天和草药打交道 哪里给老爷子找媳妇 外面 吃飞飞来找我 说是给我准备了街风宴 带我认识一下 圈子里的权贵 你今天可一定得去 你在那穷山里 没见过什么失眠 我发发善心带你去 那些太子爷公主 可是你一辈子都见不到的 去了懂点规矩 吃飞飞一边前妻 一边警告我 我知道她根本看不上我 又怎么会好心给我办什么街风宴 八成是红门宴 吃过饭 吃飞飞催了几遍 我才去吃飞飞说的会所 果然 一帮权贵家的少爷小姐 凑在一起 热闹得很 有人见到我 忍不住笑了起来 吃飞飞 她是谁呀 穿得好像乞丐一样 不等吃飞飞说话 池言立马查言查语的接话 她是哥哥 池家流落在外的那个孩子 是她呀 乡下跑出来的穷逼 都回池家了 还上不了台面 徐家少爷继续嘲笑我 吃飞飞拉拉拉 徐家少爷你别那么说 她穷怕了 我们找到她的时候 她正在找猪草吃 她吃猪草长大的 很可怜 在场的人 听到我是吃猪草长大的 一个个笑得更大声 哈哈 有人居然是吃猪草长大的 果然是下贱的东西 要我说 池家也是没事干 找她回来干什么 和池言比差远了 可怜啊 我家狗 还吃进口牛肉呢 你吃猪草 方家的千金 嘴上说着同情我的话 眼里的嘲讽和鄙视 丝毫不减 她的话 再次惹得一帮少爷小姐 笑成一团 我站着那里 冷眼扫视一帮人 一个个记住他们的脸 吃飞飞找我来 果然是为了羞辱我 喂 你吃猪草长大 我这刚叫的西餐 赏你了 方家少爷把盘子的食物 倒在地上 方少爷指着地上的食物 对我说吃吧 第五章005 我站在那里没动 吃笑一声 见我不动 一帮人催着我喂 方少爷赏你饭吃 你怎么不吃啊 你腿子 这些食物 可是你一辈子都吃不到的东西 赶紧吃啊 对啊 方少爷好心好意赏你 你还不领情 不识好歹的东西 他们一个个看戏 看着我被羞辱 等着踩在我的自尊上 我没动 方少爷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着 本少爷给你脸 你不要脸是吗 方少爷把盘子扔在地上 恶狠狠地质问我 吃飞飞连忙推了推我喂 吃成 你快点吃啊 得罪方少爷 咱们可死定了 你不怕死 不要连累家里 就是啊 哥哥 你快点吃吧 方家是我们得罪不起的 食言仍旧是绿茶的口气 听着他叫哥哥 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想把他的嘴给缝上 方少爷 北市四大家族之一的方家 一个靠着家里要我扬威的东西 也敢跑面前撒野 实在是不知死活 我如果吃了这饭 你会被方家打死 我挑眉 对着方少爷说 一瞬间 整个包厢笑声此起彼伏 哈哈 他疯了吧 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哦 居然敢挑衅方家 吃飞飞 你弟弟是不是撞到脑子 他说方少爷会被家里打死 我也不知道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就这样 可能真的脑子有点问题 吃飞飞有些为难地说道 吃家是末等名流 跟方家比 还不够上桌的 他觉得我说那些话 简直是愚蠢 傻子又怎么样 今天小爷赏他的饭 他必须吃 方少爷没有耐心 打电话叫了保镖进来 一群保镖簇拥上前 打算压着我吃地上的饭 包厢的门被猛然打开 一个穿着粉色裙子的女人 大步走了进来 女人很漂亮 气场又很强 她一进来 包厢立马安静了不手 是方姨 方家的长孙女 方少爷是个顽固不成器 方姨能干聪明 方家把希望放在方姨身上 如今的方姨 在方家很说得上话 所以 在名流圈子里也一样 你们在干什么 简 你来得正好 你没见过人吃狗饭的吧 一起来看看 可有意思 方少爷兴奋地和方姨炫耀 她说那是狗饭 我这种乡下来的垃圾 只配吃狗饭给他们取了 方姨对于自己的弟弟 也没打算管太多 只是脸色不太好看 别闹得太过 毕竟自己家的生意 让爷爷知道 会不高兴的 放心吧 姐 不会的 方少爷得到特许更得意 十家都不会把我当回事 他更是谋足镜找乐子 说话的时候 方少爷催促着保镖 再次对我动手 保镖压过来的时候 方姨看到我的脸 他绝美的脸蛋 立刻变了颜色 等一下 我对上方姨的眼睛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方姨想说话 我递给他一个眼神 他很聪明 立马明白 没有说出我的身份 而是告诉保镖 快 把人放了 简 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要放了他 他还没吃狗饭 第六章006 方少爷不甘心 他没有羞辱我 怎么会轻易放过我 怕 蠢货 方姨气不过 打了方少爷一巴掌 方少爷气极简 不玩个泥腿子 至于吗 方姨脸色越来越难看 如林大敌一样 他懒得和自己的蠢弟弟多说 叫来了方少爷的父亲 小畜生 我一天不管你 你一天到处给我惹是生非 爸 没有 我不过是斗一个泥腿子玩玩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蠢货 赶紧给我闭嘴吧 方少爷的父亲抽出了七匹狼 朝着方少爷抽了过去 他听到他儿子在会所作死的事情 差点下出心脏病 立马亲自过来把人带走 方少爷的父亲 一边打着方少爷 一边把人带走 我冷冷看着被带走的方少爷 刚刚我说过 他让我吃那些饭 会被方家打死 他不信 原本那些打算羞辱我的少爷和小姐们 都被方姨赶走 池妃妃和池妍顿时傻眼 一时间搞不清楚状况 那帮人一散 方姨要单独见我 她整个人显得忐忑不安 等一下 方姨叫住我们 方小姐还有什么事情吗 池妍问她 方姨开口 我可以单独和你说话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 池妍兴奋地开口 挑衅的目光看向我 她一直担心我的回归 会给她造成麻烦 所以 她挑唆池家人不待见我 她一个假少爷 当然希望攀上真千金 尤其方姨这种身份的 方姨要单独见她 是不是喜欢她 池妍很高兴 池妃妃也替池妍高兴 踢了我一下 喂 快点走啊 不要在这碍眼 我笑了笑 刚要走 方姨着急地上前 拉住我的手腕 我可以单独和你说话吗 她看起来很温柔 和我说话的时候 耳根子微微红了红 我点了点头可以 好 这边请 方姨脸上挂上笑容 池妃妃和池妍顿时傻眼 姐 方小姐怎么会找她 池妍问池妃妃 池妃妃摇了摇头不知道 大概是她得罪了方少爷 方姨小姐找她 警告她 她死定了 在他们眼里 我这种下贱的泥腿子 方姨找我 一定没有好事 肯定要教训我 为了她的弟弟 池家很惯着方少爷 池妍用力地点了点头 对 一定是 池程肯定会被打断腿 让方少爷那么丢脸 她以后在北市的日子不好过 算了 不要管那个蠢货 她刚刚把地上的饭吃了 什么事都没有 她非要作死 找死也不能怨我们 池妃妃撇了撇嘴 她带着池妍一起离开 池妍回头看了一眼 想着我可能真的死定了 我和方姨去了单独的一间会客间 一进去 我刚刚坐下 方姨恭恭敬敬地跪在我面前 别人不认识我 她认识我 她进入方家核心的时候 和方家老爷子一起见过我 方家老爷子拉着她 给我跪过 她当时不理解 方家老爷子说 方家能躋身四大家族 是太子爷赏饭吃 要记住她 方姨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弟那个蠢货 是二房的孩子 和我没有关系 和方家也没有关系 希望太子爷不要生气 不要迁怒方家 第七章007 我点了点头这一点 我知道 不会迁怒方家 方少爷那个蠢货 是自己做死 和方家无关 我不会牵扯到方家 谢谢太子爷 方姨连忙开口 不过那种蠢货 我不想再看到他 我对方姨说 太子爷放心 一定会处理 方姨向我保证 他们不会为一个蠢货 毁了方家的前途 想到今天弟弟的所作所为 方姨既觉得痛心 又巴不得把那个蠢货给打死 好了 我该回去了 我的身份不希望太多人知道 你记得保密 我吩咐着方姨 是 我和方姨分开 池妃妃和池妍早已经离开 他们根本不打算等我 回到池家 池妃妃立马上前 仍旧是那副高傲的样子 方姨小姐找你干什么 我扫了一眼 池妃妃方少爷欺负我 她替方少爷道歉 没有瞒着池妃妃 我说的是实话 方姨跪下给我道歉的 你可真能吹 方姨可是方家未来的掌权人 她给你道歉 你配不配 池妃妃嘲讽我 她觉得我在白日说梦话 简直是痴心妄想 食言看了一眼那边的林婉和池建国 又开启了绿茶男模式 哥哥 虽然你得罪池家 是个麻烦的大事 你也不该幻想方姨小姐向你道歉啊 她的声音很大 惹来了林婉和池建国 什么 你得罪了方家 你真是作死 我们接你回来 不是让你给我们找麻烦的 林婉私生朝我吼道 她如果不是为了巴结祸家 根本不可能去穷乡僻壤的地方 把我找回来 巴不得我死在外头 反正她有池炎 她亲手养大的儿子 比我强太多 能让我回来 我应该感恩戴德 还得罪池家 简直是找死 我看向林婉方少爷 把饭倒在地上 让我吃 他要羞辱我 践踏我的尊严 你有什么尊严 一个乡下的泥腿子 他让你吃 你就吃啊 你一个吃猪草长大的 方少爷给的饭 不比猪草强多了 林婉愤怒地开口 我是他氏的亲儿子 他不在意我的自尊 更不在乎我被人欺负 只想着让我消停 很好 这样很好 池建国的脸色 也好看不到哪去 你如果害了池家 我打断你一条腿 明天去方家道歉 给方少爷下跪 求他原谅你 池建国扔下一句 起身离开 池飞飞得意地扬着下巴胃 你腿子听到没有 爸让你明天去方家门口跪着 我笑了 跪着 方家人想跪我 也不看看本太子爷 愿不愿意给他们机会 第二天一早 方家来人 池飞飞激动地喊我 快点起来 方家来找麻烦了 你去给他们下跪 求他们放过你 放过持家 不等我出去 方家人放下礼物 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 说是替方少爷给我道歉 还是方家少家主方姨亲自来的 方少爷昨晚上 已经被家里送出国 没机会来给我道歉 还算方一半是效率快 是个可用的 他们给池城道歉 第八章008 池飞飞看着堆了一屋子耳朵礼物 一时半会接受不了 池炎更是无法接受 他在持家生活二十多年 大家都说他是个假少爷 没人看得上他 更别说送来这么多东西 给我道歉 肯定是昨天的事情闹得太大 方家不想找麻烦 引起舆论 所以来道歉 哥哥的运气真好 池炎连忙说 池飞飞点了点头 对啊 池城 是你运气好 方家不和你计较 泽泽 挺好的 方姨送了一屋子的东西来 我正愁不知道 跟持家那帮蠢货解释 他们已经替我解释了 不用我浪费口舌 在持家待了两天 买我人身的雇主来了 是霍家 霍家来了不少的人 霍家老爷子的二儿子霍红 亲自来的 我们找持少爷 给霍老爷子看病 霍红开口 林婉和吃飞飞一听 立马拉过池炎霍总 您找池炎吗 他就是 他 霍红微微皱眉 他来之前 老爷子只是吩咐 去持家 找持少爷 他看着持炎 太过于年轻 不太像老爷子说的神医 持炎点了点头 我是 你会医术 霍红问他 持炎再次点了点头 会 会一点的 他学过一些医术 不过不经 看个小毛病 开个药 还是没问题 不过 他没想到 他的医术居然能惊动霍家 让霍家人找他给老爷子看病 霍红扫了一眼持炎 虽然怀疑 还是信了持炎 行 既然是持少爷 那跟我走吧 霍红以为持炎 是老爷子要找的人 对持炎还算客气 持炎哪受过这种优待 霍红亲自给他打开 劳斯莱斯的门 林婉和持妃妃兴奋极了 妈 我就知道弟弟一定行 他居然厉害到 让霍家老爷子找他看病 林婉也笑起来是 持炎蒸气 他有本事 不愧是我持家的孩子 这次如果持炎治好老爷子的病 我们持家靠上霍家 可以飞黄腾打 一想到这个 林婉兴奋地想要跳起来 他本来还想着靠我去霍家 那个胖丑的丫头 持炎先蒸气 攀上霍家 到时候 不用结亲的方式 就可以机身上流施家 持飞飞扫了我一眼 对啊 到时候 有些人 就回到自己该回的地方去 不要出来碍眼 我觉得好笑 林婉和持飞飞 都没有智商 持炎给小猫小狗治病 还差不多 给霍老爷子治病 他有那个本事吗 到时候 霍家迁怒下来 持家怕是死定了 母女两个 还在这兴奋的幻想 攀上持家 简直是愚蠢至极 持炎那么厉害啊 我开口 持飞飞高傲得像个母鸡 对啊 持炎当然厉害 你这个废物 根本比不了的 看到了吗 霍家亲自接持炎 去给老爷子治病 以后持炎在圈子里是神医 哦 神医啊 我还没见过 我去看看 我笑了笑 跟过去看看 霍家花两千万买我的人生 我可不能让持炎那个蠢货 把老爷子给治个好歹 给我找麻烦 第九章009 对 确实该让你个废物 去见见失面 林婉嘲讽地开口 她没有一点把我当成亲儿子看待的态度 以后 也不要怪我太无情 林婉和持飞飞不要我坐持家的车子 等他们一走 一辆家常林肯稳稳地停在我面前 太子爷 我点了点头 吩咐管家去霍家 我那人生是霍家老爷子买走了 是 我和林婉持飞飞 前后到的霍家 持飞飞见我从豪车上下来 不由瞪大眼睛 你 你哪来的车 持飞飞质问我 我不以为然哦 叫得滴滴 没想到来了个豪车 你运气可真好啊 居然打到豪车 不过你脏兮兮的 坐车注意一点 别把人家的豪车做脏了 到时候还让我们赔钱 实在是麻烦 她不信我有豪车 也觉得我不配 我懒得搭理林婉和持飞飞 误自去了霍家 霍家老爷子住的地方 池炎被叫过去 准备给老爷子治病 池少爷 里面请 老爷子在休息 一直盼着您呢 霍红刻刻气气 池炎连忙开口好 好 我马上去给老爷子看病 说着话 池炎要去老爷子的房间 霍红拦住池炎 不由皱眉 池少爷 你空手进去 不需要准备些什么 不需要 我看看就好 很快的 池炎不以为然 一个感冒发烧什么的 随便看看 开点药就行 哪有那么复杂 霍红皱眉 虽然疑惑 还是带着池炎进去 我看着池炎空手进去 忍不住笑了起来 老爷子的病程很复杂 请了多少名医都不见好 他没办法 才求到我面前来 还花了两千万 买我的人生 池炎可真有本事 一会儿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喂 你腿子 你笑什么呢 池飞飞撇了撇嘴 她很看不上我 我嘴角勾了勾 嘲讽开口笑池炎蠢 笑她作死 她狗屁本事没有 还敢去给人看病 池飞飞一直护着池炎 听到我说池炎的不好 立马激动起来 池成 你的下贱东西 说谁作死呢 让你来 是看看池炎的本事 不是说风凉话 诅咒池炎 池炎那么厉害 霍家都求过来 她一定能治好 霍老爷子 你呀 纯粹是嫉妒池炎 再怎么嫉妒她 都没用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池飞飞把所有难听的话 全往我身上招呼 从我记事起 她就很不喜欢我 当初把我弄丢 也有池飞飞一份功劳 我还得好好谢谢她 林婉更是不屑 瞪我一眼再惹事 就滚回去 两人正骂着我 池炎被保镖 从老爷子的房间扔出来 丢在地上 那模样滑稽又可笑 池炎摔得很重 眼泪都掉下来 一个男人 动不动哭 也实在是可笑 林婉和吃飞飞 着急地上前 扶着池炎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林婉着急地吻 池炎红着眼睛 委屈巴巴的妈 我摔得好疼 林婉有些不高兴 你们霍家请人来看病 怎么动手打人 应该把她给打死 第一是张霖伊玲 霍红跟出来 脸色黑得像锅底一样难看 林婉心疼地 护住宝贝子池炎 她虽然忌惮霍家 也不能看着池炎 被霍家白白打了 霍二爷 您什么意思 人是你们接来的 惹您不高兴 也不该打人 我们池家是比不上霍家 可舆论上 霍家也占不到大便宜 林婉对上霍红的眼睛 我笑了 林婉果然心疼 她这个便宜儿子 都为了池炎 要用舆论和霍家对抗 脑子都忽然长起来了 真可怕 若今天是我的话 估计 林婉肯定让霍红把我打死 我接的是池少爷 来我家看病 他什么 什么东西 看病都不会 还敢跟我来霍家 霍红跟出来 脸色难看极了 愤怒地看着地上趴着的池炎 他去池家接人的时候 一眼看出来池炎不对劲 不像是神医 偏偏池家人都说他是 池炎也说自己可以治病 结果呢 连个麦都不会吧 还敢来点老爷子看病 害得老爷子连着他一起骂了一通 霍红气得胃疼 他要不是顾着在霍家 真让人把池炎给打死算了 好不容易让他办点事 他还办砸了 林婉脸色不太好看 池炎 你真的看不了吗 池炎摇了摇头妈 看不了 霍老爷子的病很复杂 我看的发烧感冒没问题 我就知道 池炎一直以为老爷子的病 是个普通的感冒 随便开两副药就可以 他才大着胆子自告奋勇地跟霍红过来 霍红哼了一声什么东西 今天戏弄我们霍家 我不会放过他 妈 怎么办啊 得罪霍家 我们死定了 池炎现在才知道害怕 林婉有些为难 一个持家的未来 一个是杨子 得罪霍家 持家的未来没有了 他害怕 却又不能不管持盐 霍二爷 我们会想办法弥补的 我们可以赔钱 林婉试着说 霍红冷笑一声 霍家缺你那三瓜两枣 他不能看病 你们持家还有谁能看 不要再给我整什么幺蛾子 老爷子的病 不能随意耽搁 他不想赔一帮蠢货浪费时间 持妃妃忽然想到什么 不等霍红说话 他一把把我推出去 他 他是持家的少爷 持妃妃以为 到时候 如果我看不好 霍家老爷子 霍家迁怒的人 只能找我 他们和我断绝关系 还能解决我 真是个好办法 你能看病吗 霍红问我 我嘴角勾起笑意 可以试试 别再出什么乱子 否则我会让持家 彻底从北市消失 霍红见我一样年轻 不大愿意相信我 没办法 老爷子让他叫 真正的持少爷 他只能领着我进去 持妃妃和林婉 看着我 连忙说到 错也是他的错 和持家没关系 到时候你们找他 打死还是怎么处理 随便你们 我真是看不得 他们的蠢 我兴迟 出了事 他们能脱开关系 霍红领着我进房间 老爷子还在震怒中 见到我进来 老爷子一惊 连忙要从床上起来 给我下跪太子爷 第一十一章零一一 我的身份 当得起四大世家的老爷子 给我下跪 喊一声太子爷 老爷子年纪大 又生着病 我没让他跪 抬手扶住他 太子爷 您什么时候来北市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派人迎接你 老爷子很激动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我会来 你或家买我一株千年人参 我当然亲自来 买我的人参 便是买我的医术 我一株不起眼的草药 能开到三百万的价格 不是没有道理 老爷子再次震惊 您居然是暗网上那位神医 哈哈哈哈 赚点外快 我有点不好意思 一身的医术 不赚点钱 说不过去 老爷子点了点头 对于我还缺那三瓜两枣的事 不敢多问 我给你看看病 我给老爷子说 老爷子立马让人给我搬了椅子过来 伸出手 我摸着老爷子的脉象 是有点乱 太子爷 您看我的病 老爷子问我 我收回手脉 像不好 不是个好事情 老爷子脸色很难看 他自己的身体 他比谁都清楚 一旁的霍红紧张地上前 太子爷 您要想想办法 老爷子不能有事 霍家的情况 大家都在纷争 还没分清楚 老爷子出事 会有大麻烦 面对利益 霍红也不希望老爷子出事 我刚要说话 一道清脆好听的女生想起 老爷子不会有事 她是霍家的女婿 我转过头 看过去 一张漂亮娇媚的脸 用现在时髦的画 唇欲 光是看一眼 就令人很心动 方姨已经属于顶漂亮的那种 她比方姨还要漂亮很多 是霍于心 外面人都叫她于美人 把她比做西楚霸王的女人 于姬一样漂亮 我本来在老爷子面前 还端着架子 见到霍于心 立马耸了不少 霍小姐 不要乱说话 我连忙说 霍于心哼了一声 我又没有乱说话 你心里清楚 少给我装傻 她瞪着我 那眼神想掐死我 好似下一秒 我要是胡说八道 她真能弄死我 外人见我要下跪的太子爷 我在霍于心面前 不敢有一点姿态 老爷子不知道 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不敢多问 又怕霍于心没有规矩 冲撞我 惹我生气 牵扯到霍家 心儿 不要没有规矩 在太子爷面前 不可以放肆 老爷子呵斥霍于心 霍于心听了老爷子的话 撇了撇嘴 实在没忍住 朝我走过来 对着我踢了一脚 我们的事 回头再说 你先给我爷爷看病 说完 霍于心转身出了 老爷子的房间 老爷子见霍于心 对我动手 吓得不轻 心儿妈妈去的走 我惯着她 她要什么 我都随着她的性子 孩子可怜 我把她宠得没有规矩 太子爷不要放在心上 她不是有意的 太子爷不要在意 回头让心儿 给太子爷道歉 老爷子替霍于心说话 我连忙摆手没事 没事 我一个大老爷们 还能让女人踢坏了 打两下 没关系 她那一脚不疼不痒的 又不能把我打死 我哪敢让霍于心 给我道歉 我躲她都来不及 老爷子和霍虹 对看一眼 更不明白 我不说 她不敢问 老爷子 你的病 原本是活不过今年冬天 第一是二章零一二 老爷子一听 铁青着脸 他知道他身体不好 没想到会那么严重 我又开口不过 有我在 活个三五年 没问题 他们叫我神医 不是白叫的 我帮老爷子 针灸了一番 又给老爷子 开房子出药 霍老爷子 一通感激 谢谢太子爷 谢谢 没有我 他可能真的活不成 不用了 我先走了 我收拾东西离开 霍于心回来了 我不敢在霍家多待 霍虹亲自送我出来 我的身份 十家人还不知道 我暂时不希望他们知道 我和霍虹说 霍虹点了点头 太子爷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他也猜到 蚩家人不知道我的身份 要不然 刚刚那会 不敢在我面前作死 门口林婉和吃飞飞 还有蚩妍 一个个瞪大眼睛 等着我被扔出去 可我非但没有被保镖扔出去 反而 霍虹知道我的身份 对我客气尊重 蚩少爷 您慢走 老爷子的病多亏您 有什么吩咐 您给我打电话 霍虹客客气气地说道 我摆摆手知道了 看着眼前的一幕 最先激动的是 池飞飞 他冲过来 拽了我一把 霍二爷 你对他那么客气干什么 这种穷掉丝 你腿子 不配你客气 池飞飞喊道 他不明白 霍二爷对他们的态度 差得要死 对我的态度那么好 他们一直没走 不是等着我 怕我出事 而是想看着我 怎么被丢出来 怎么被霍家人整死 霍虹皱眉 不高兴池小姐 请你客气一点 池少爷 治好老爷子 是我们霍家的贵客 他看着池飞飞 在我面前蹦打作死 不是就池飞飞 而是 怕池飞飞不知死活 伤到我 池飞飞更激动 好似听到什么笑话一样 你说 他治好了货老爷子 你不要说傻话 他有那个本事吗 他不过是乡下来的泥腿子 是啊 你可不要搞错了 池成从山沟沟出来的 没有那个本事 林婉爷忍不住开口 他们上下扫我一眼 无比嫌弃 怎么看 怎么觉得 我不像会治好货老爷子的人 我亲眼看到的 还能有错吗 池少爷确实治好我们老爷子 至于你们家那个废物假少爷 还是好好管管 没有那个本事 不要出来装 霍虹瞪了池言一眼 要不是池成少爷 治好我们老爷子 你们池家承担不起霍家的震怒 池言脸色泛白 不敢看霍虹 霍虹送我们离开 池言瞬间茶言茶语地凑上去 妈 姐姐 我是没想到霍老爷子的病那么难治 我是想给池家长脸 知道 好儿子 你都是好心 林婉安慰池言 他又朝我瞪一眼 池成是运气好 他一个乡下来的 根本不懂医术 狭猫撞上死耗子 反而 他们几个人 是不相信我会医术 从骨子里看不起我 池言脸上扬起笑容 我没搭理他们 只想快点离开霍家 走到门口的时候 霍虞心还是追出来 池少爷 要去哪儿啊 第一是三章零一三 我拍了拍脑门 还是跑慢了 大小姐还是追出来了 池妃妃和林婉 认识霍于心 霍家大小姐 谁不知道 老爷子亲自带大的孙女 宠得无法无天 林婉一把拉过池言 激动地开口 池言 快快 大小姐叫你呢 池妃妃更激动 伸手推了池言一把 让池言往霍于心面前凑 池言看着霍于心 微微红了红脸 霍小姐 您找我有事吗 她太高兴 要知道 霍家作为第一世家 霍于心的身份 谁都看不上 圈子里的那些公子哥 各个跪舔霍于心 霍于心连个正眼都不给他们 他们最大的愿望 娶霍于心 今天 霍于心主动找她 别不是看上她 如果能跟霍于心好 她以后 可以在北市横着走 我扫一眼 心里已经知道 池言的小把戏 不过 她心思动错了人 霍于心不是个好惹的 我都怕这位姑奶奶 霍于心皱眉 嫌弃地看着凑上来的池言 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池言 池家的儿子 池言特别不要脸地说着 霍小姐在问她的名字 是不是在打听她 池言说话的时候 还想伸手去拉霍于心 什么脏东西 也敢动我 霍于心躲开池言的手 她身后的保镖上前 直接拉过池言的手 不给池言反应的机会 把池言摔在地上 池言疼得直叫唤 霍小姐 你怎么摔人啊 您不是要找我弟弟吗 池妃妃很是不解 谁要找这种垃圾 假少爷 霍于心嫌弃地踢了踢地上 躺着的池言 目光落在我身上 朝我扬了扬下巴 池辰 我找你 跟我单独谈谈 还是我们在这谈 她似乎对我 已经用尽了耐心 池言脸色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男人都是要面子的 她一直很在意 自己假少爷的身份 眼下 被霍于心直接说 还满眼地嘲讽 池言觉得自己的自尊 被按在地上踩 可她不就是假少爷 霍于心说了实话而已 我的事情还没办完 还不能暴露身份 更不想让池家那些 蠢货知道我 单独谈 我连忙开口 吃货躲不过 大小姐读我多少回了 我跟着霍于心走 池家那几个人 吃惊地看着我和霍于心 离开 池飞飞连忙开口 都是池场那个垃圾 惹了货小姐不高兴 连累你 转而 池飞飞又告诉灵婉妈 咱们快走吧 池场得罪货小姐 一会儿说不定找我们麻烦 让她自己作死去 好 林婉同意吃飞飞的看法 她觉得霍于心找我 八成是我惹了霍于心 他们不管我的死活 霍于心带着我去她住的地方 说实话 我还是第一次来 女孩子住的地方 她的房间很香 整理得很干净 书架上摆满了书 说明她喜欢看书 霍于心递给我一杯茶 最好的龙井 知道你喝不惯咖啡 特意给你留的好茶 霍于心比那惠子温柔了不少 我连忙摆手没事 没事 我什么都喝得惯 我一个香巴佬 喝白开水都可以 时诚 你还在那骗我 故意昨见自己是吗 第一是四张零一四 霍于心气得小脸通红 她是最近才知道我的身份 是太子爷 还是神医 还是科技新贵 没有 我不是 我连忙摆手 算了 不管怎么样 你看光我的身体 你还跟我睡了 你是个香巴佬 我也认 霍于心一脸认真 她不想听我掰扯 直接了当地和我说 霍于心不知道我的身份前 确实不在乎我是不是香巴佬 她说她一定要嫁给我 我听着霍于心的话 差点吓死 别啊 大小姐 我没有睡你 再说了 我看你身子 当时不是情况紧急吗 没有办法的 我实在是太远望 简直是孽缘 当初我在山里找草药 碰巧就了来看的规划景区的霍于心 霍家打算建造警员 我哪知道那种深山野岭会有人 还是个大美女 当时看到霍于心 我惊呆了 可能霍于心和领队走散了 自己出意外 被蛇咬了 我又不能不管 把人带回去 给她直伤 她被咬的地方 在大腿根 我没办法 才脱她衣服 让她睡我的床 我睡地上 她非说我睡了她 看是看了 绝对没有睡这位大小姐 我对天发誓 霍于心根本不讲道理 非得认定我睡她 要嫁给我 我和霍于心讲了半天道理 她不听 慈程 我告诉你 我嫁给你那是嫁定了 除非你去出家当和尚 霍于心撂下狠话 不理我 没见过这么不讲道理的 我叹口气 从霍家离开 回到池家 池言上门来找我麻烦 池程 不知道你用了神秘邪术 让那些都维护你 不过我告诉你 我才是池家的少爷 你最好看清楚自己的身份 不要和我抢 好好配合池家的计划 如果你够听话 我还能让你在池家有一点位置 否则 我一定会让你滚回你那个破山沟去 池言大概这两人被我刺激到 憋不住 要来挑明撕破脸 我笑着看向池言行啊 我等着看你的本事 绿茶男 真够辣眼睛 我是很不屑池言的所作所为 表得很 池言被我骂 气得脸通红 你骂什么呢 池程 你找死啊 要不是你还有点用处 我一定弄死你 在你弄死我之前 小爷一定弄死你 我挑了挑眉 什么东西 也敢跑到我面前叫唤 不过是再等而已 池言气得不轻 想要说什么 池飞飞推门进来 见到池飞飞 池言立马变成表里表气的劲儿姐姐 我劝哥哥不要给池家惹事 让他别给我们添乱 他不听 还骂我 说要弄死我 池飞飞听见我欺负他的宝贝弟弟 立马炸毛驰骋 你真把自己当池家的少爷 我们池家只有池言一个少爷 你根本不配 配不配的 不是你说了算 没脑子的蠢货 我没兴趣和两个蠢货废话 把人一推 关上门 池飞飞气得在外面大喊大叫 真是呱噪 给他叫唤的时间不多 管家来电话 太子爷 事情办得差不多 池家那点烟渣的事情 我们都查清楚了 第一十五章零一五 助理给我打电话 我问了一声 懒洋洋地回他行 后续 你们来处理 我不想管 最多三天 我要池家破产 是 不会超过三天 助理连忙回我 这次 池家来找我 我跟着过来 不是为了回来做什么 池家少爷 一来是卖人参 二来 是给池家一帮蠢货 一点教训 我丢了那么多年 他们对我不管不顾 原本 我还想着 要是他们 有点做父母的样子 不过顺手提一提 让他们进入北市核心 可他们太让我失望 没一个好东西 不过是我养在乡下 他们看不起我 羞辱我 甚至把我当成 他们往上爬的梯子 对那个假少爷 倒是比我这个 亲生要好得多 给他们机会 他们不要 不能怪我无情 池家剩下的事情 我打算交给手下去做 收拾东西 回我住的地方 大门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来不少的人 是霍鱼心带着来的 几十辆豪车 大大小小的东西 被保镖从车上扮下来 那气派 那风光 简直了 林婉和池剑国 弯腰公营霍鱼心 像个卑微的仆人一样 看着他们 卑躬屈膝的样子 我觉得可笑 如果他们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 是不是打算给我跪下 霍小姐 您怎么来了 我来提亲 我要嫁给你们 池家的儿子 霍鱼心扫了一眼 池剑国和林婉 她原是看不上 这夫妇两个人 视力眼 又没有本事 全靠谄媚 在北市站脚 今天要不是她为了提亲 根本不愿意来持嫁 可我不愿意娶她 她怕我跑了 亲自来赌人 我的天爷 我的老 没见过大小姐这么疯的 一定要嫁给我就算了 她还亲自找上门来 我摸了摸鼻子 是打算跑路 可惜 还是跑慢了 看着霍鱼心 我刚想走上去 池剑国一把推开我蠢货 你往霍小姐面前凑什么 还不赶紧去喊池炎出来 池剑国高兴的疯了 她是万万没有想到 池炎能够被霍鱼心看上 对于这个养子 她很满意 打算培养成接班人 我这个从乡下上来的亲生儿子 给口饭吃 已经是大恩大德 霍鱼心说 要嫁给池家的儿子 绝对不可能是我 我笑着点了点头 行啊 我去叫池炎过来 霍鱼心刚想说话 池炎已经激动的过来 知道霍鱼心来的时候 她高兴疯了 不等家里人说 她去换了最好看的衣服 那天她碰到霍鱼心 以为霍鱼心要跟她说话 结果霍鱼心找的是我 她难过了很久 今天她以为霍鱼心要嫁的是她 看来霍鱼心还是看上她了 霍家大小姐要嫁给她 整个北市都没有的风光荣耀 那些看不起她的公子哥 以后都要跪下来 给她舔鞋 说什么她一个假少爷 从来都不把她当人 以后一帮什么世家太子爷 再也不敢惹她 池炎觉得这一刻 她站起来 我静静地看着池炎装逼 池炎走到霍鱼心面前 微微红着脸 霍小姐 你找我啊 你要是看上我 我可以带着家里去提亲 不用你亲自过来 女孩子主动找男人 会有一点丢脸的 第一十六章零一六 池炎平时查气惯了 见到霍鱼心 激动地语无伦次 还不忘她那个茶言茶语 霍鱼心朝天翻了翻白眼 她是真的看不上 这种娘们唧唧的男人 要不是我压着不让她说话 霍鱼心早把人给踹出去 怎么丢人 与人追求自己喜欢的男人 一点不丢人 霍鱼心撇了撇嘴 池炎一听 差点没喊出来 霍鱼心那么爱她 都不在乎面子啊 是 是 你说得对 不丢人 不过 下次让我主动 池炎连忙道 一旁的池剑国也很高兴 对啊 霍小姐 你看上我们池炎 说一声 我们去上门 哪能让您屈尊降跪 池炎就是争气 霍鱼心是喜欢池炎 喜欢的不得了 两人你一句 我一句 霍鱼心彻底没耐心 谁说我要嫁给她 她是个什么东西 池炎和池剑国的笑容 将在脸上 那一刻 难看至极 说不出的滑稽 我看着两人跟小丑似的 觉得好笑 池炎有些不敢相信霍小姐 您说要嫁给池家的少爷 不是我吗 我就是池家的少爷啊 你也配 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 你是池家的假少爷 算个什么东西 霍鱼心一贯高傲贯了 根本不把池炎当回事 说出来的话 也没给池炎留面子 池炎干笑着 霍鱼心指着我 我要嫁给他 池城 他才是池家的少爷 今天满屋子的东西 都是给池城准备的 不是你这个假少爷 他调皮地朝我眨眨眼 那一刻 池炎仿佛被雷劈了一样 直接摊坐在地上 他不住地摇头 不可能的 他一个穷山沟里出来的垃圾 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我是池家的养子不假 可我比他高贵多了 他算个什么东西 霍小姐 您看看我呗 他没办法接受 池炎觉得我上不了台面 他比我强一百倍 霍鱼心不该想要嫁给我 霍鱼心听不了池炎骂我 上前对着地上的池炎 踹了几脚 你才是垃圾 你哪比他高贵 霍鱼心气坏了 瞪着池炎 先不说他的身份 光是我霍鱼心的男人这一点 他都比你强一百倍 更何况他是谢家的家主 太子爷 霍鱼心说出我真实的身份 确实 我是谢家的家主 北师四大家族能有今天 都是我一手栽培出来 扶持上来的 所以 他们见到我 都喊一声太子爷 我不高兴 随时可以换人 不 不可能 他是谢家家主 他分明是池家流落在外面的垃圾 不是的 池炎有些崩溃 不太能接受事实 池家其他人 也是面色惨白 别人说的 他们可以不信 霍鱼心说的话 他们不可能不信 怪不得霍鱼心要嫁给我 霍家大小姐 放弃身份 看上我一个山沟沟出来的 霍鱼心听不得池炎在骂我 指着池炎 对保镖吩咐把他的嘴打烂 把人给我丢到大街上 对太子爷不敬 就是和四大家族作对 是 小姐 保镖把人拖出 池炎拉住凌婉 妈 救我 第一是七章零一七 凌婉和池建国才回过神 他们万万想不到 我会成为谢家的家主 传说中的太子爷 凌婉像是甩开什么脏东西一样 连忙甩开池炎 谁是你妈 你一个养子 我们养这么多年 已经人之意境 现在 我亲儿子回来了 我当然不可能再让你留在池家 凌婉嫌弃的对着池炎说 此刻 他巴不得和池炎撇开关系 后悔得要死 他们一心一意的想要巴结四大家族 却没想到 四大家族要看他们的亲儿子的脸色 如果他们知道 我回来的第一天 他们一定哄着我 池炎有些震惊 在看向池飞飞 池飞飞更是躲得远远的 霍鱼心的话 池炎被拖走 教训得很惨 凌婉连忙上前拉住我 儿子 我们都是被池炎蒙骗 他哄着我们 才会让我们对你误会 以后 爸爸妈妈一定会好好对你 对 对 爸爸还打算把池家交给你管 弟弟 姐姐错了 姐姐猪油蒙了心 被池炎哄住 那个贱人 真是该死 姐姐以后什么都给你 他们一个个快要跪在我们面前 太迟了 他们的悔悟来得太迟 如果我回来的时候 他们尚有一丝人性 我或许还能原谅他们 他们没有 巴不得我死在外头 我池炎一向不会对害我的人 心慈手软 池家人 一个个都别想有好下场 助理过来找我的时候 池建国接到消息 你说 我的公司完了 那便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 池建国摔在地上 我想大概是池家破产的事 助理办事效率不错 以为我的能耐 原本可以收购池家 那太便宜池建国他们 我让小助理查了池建国的一些违法证据 交到税务和警察局 破产 才是池家最后的归宿 办得不错 我夸了小助理一句 小助理开心得不行 多些太子爷夸我 池建国跪着爬到我面前 不住地求我 池成 爸爸知道错了 你救救爸爸 好不好 我把公司都给你 你原谅我这一次 他的公司完了 他也完了 刚刚电话里 秘书告诉他 税务查过来 把公司所有的账封了 警察也去了 公司里的那些毛衣 没有人比他清楚 挪用公款 财务造假 哪一样 他都在做 我可不稀罕你的公司 我冷笑着 看向池建国 他求着我的时候 警察来家里 谁是池建国 你涉嫌偷税漏税 还有挪用公款 金额巨大 跟我们走一趟 警察直接上前 扣住池建国带走 池建国面如死灰 池建国一走 林婉和池妃妃更害怕 他们像是 抓到救命稻草一样 上来抓住我的衣服 求我 如果我不救他们 池建国的公司破产 他们住的大房子 和开的豪车 都会被收走 甚至拍卖 他们还会负债 我没有心软 推开林婉和池妃妃 起身离开池家 你们自己狗眼看人低 长点教训吧 霍于心丢下一句 跟我离开 第一十八占零一八 我上了车 霍于心跟上来 我被这丫头招惹怕了 她跟上来 也没人敢拦她 池成 我都跟你提亲 你到底要不要我 霍于心质问我 我看向霍于心姑奶奶 求你放过我 她漂亮是漂亮 可我还没想结婚 霍于心被我的话伤到 瞪我一眼 行 池成 我已经做到这个份上 以后 我不会再来烦你 她气呼呼地下车 我忍不住叹气 得 真把大小姐惹急了 霍于心真的没有再来找我 我给霍家老爷子治了病 又把池家的事情盯着收尾 准备回山里 继续采药 池炎给我打电话 池成 霍于心在我手里 她的声音笑得有些肆意 我心下一荒池炎 你想干什么 西遍废旧的工厂 我等着你来 池成 你一个人来 要是让我知道你带了人 我不会让霍于心好过 她长得这么漂亮 我很喜欢她 池炎的跟个变态一样说道 电话那头还传来霍于心呜呜的声音 应该是被堵了嘴 我连忙安抚池炎 怕她伤害霍于心 池炎 有什么事 我们好商量 不要伤害霍于心 我马上过来 我不能不管霍于心 先不说 这丫头一直喜欢我 被池炎绑走 是因为我的缘故 看在霍老爷子的面上 我都得去救人 池炎给我发了地址 是个很偏僻的地方 她不让我带人 我自己开着车去的 废弃的工厂 四处长满了野草 疯了似的 我去的时候 很快见到池炎 还有被她绑着的霍于心 霍于心见到我 一向高傲的女人 红了眼睛 不住地摇头 从她的眼神中 我看得出来 她在让我走 池炎 你还算有点胆子 居然真的一个人来 池炎晃着手里的刀子 挑衅地笑着 我扫了池炎一眼 我来了 把人放了 我们之间的恩怨 跟她没关系 池炎是真的疯了 居然绑架霍于心 得罪霍驾 什么叫我们之间的恩怨 怎么跟她没关系 池炎有些激动 她为了你 让人把我的嘴打烂 没有她 你也不会单独来 池炎 你还挺喜欢她 池炎笑起来 像个疯子一样 她觉得靠着霍于心 拿捏住我 我握了握手里的拳头 池炎的状态很不稳定 保不齐会伤害霍于心 我尽量不刺激池炎 池炎 你想干什么 要钱 还是要什么 我都可以满足你 你开个架 不要伤害她 我对着池炎说 池炎看向我 听着我的话 她显得更加的兴奋 池炎 你在求我啊 池炎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居然求我 你不是太子爷吗 不是很厉害吗 不是北市四大家族 都得给你下跪吗 你也能求我 在她看来 我这种高高在上的人 去低声下气地求她 她很爽 那种感觉 让她特别地高兴 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人 靠的就是这种感觉 我皱眉 盯着池炎别废话 开个架 要多少 你才肯放人 第一十九章零一九 我催促着池炎 不想和她耗费太多的时间 霍鱼欣的脸色不太好 不能耽误得太久 你狂什么狂啊 池炎 要我放人可以 三千万现金 你给我跪下 求我 池炎冷着脸 对我说 我吃笑一声 三千万可以 让我下跪 你配吗 池炎是真的疯了 我什么身份 她什么身份 要我给她下跪 她受不受得起 简直是疯了 池炎听见我的话 更激动 我有什么不配的 我配得很 你太子爷怎么了 你想要救霍于心 你就得给我下跪 是你毁了我的一切 没有你回来 我还是池家高贵的少爷 你不是谢家家主 池家也不会把我赶出去 我落得个丧家之犬的样子 都是你 他把所有的一切 都归罪在我身上 池炎恨及了我 没有 池建国做的那些破事 你也当不了池家的少爷 池家破产是早晚的事 我皱眉告诉池炎 池建国偷税漏税 挪用公款 金额巨大 还做假账 哪一条都是作死 池家完蛋是早晚的事情 我不过是推了一把 池炎把一切都怪在我身上 不合适 池炎更激动不可能的 池建国有分寸 是你把证据交给警方 都是你做的 他激动我 嫉妒我的身份 更恨我害他 见我不跪 池炎扯掉霍于心嘴里的步 你 让他给我下跪 让他求我放了你 要不然我把你的脸划花 这么漂亮的脸蛋 划花太可惜 池炎笑着和霍于心说 霍于心连忙朝我喊道 池炎 你不要给他下跪 他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你跪 不要管我 他不想连累我 没成想 还是连累了我 池炎一听 朝着霍于心一巴掌 打在霍于心的脸上 婊子 叫你闭嘴 让他给我下跪 不是让你乱喊的 快点 让他跪下 池炎的刀子 贴着霍于心的脸 我能看出来霍于心的害怕 他没有开口让我跪下 他不会给你跪的 你这种垃圾 根本不配 霍于心的话 刺激到池炎 他手里的刀子 要朝着霍于心的脸扎过去 池炎 我给你跪 别动他 不能真的让池炎 毁了霍于心 我对着池炎道 池炎松开手 笑着看向我快点跪 再给我准备三千万现金 和一辆车 好 我都答应你 我看向池炎 膝盖缓缓地弯下去 霍于心哭着 不住地摇头 叫我不要跪 在跪下去的那一刻 我猛地冲向池炎 朝他踹了一脚 池炎被我踹飞出去 很快 潜伏着的警察和保镖 冲了出来 他们把池炎抓住 烤上 池炎疯了似地 朝我喊道 池城 我要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 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在说 我笑了笑 走过去 把霍于心松开 霍于心扑到我怀里 抱着我不停地哭着 池城 你怎么那么傻 你为什么那么傻 我为了他 愿意给池炎下跪 他觉得我太傻 第二十章020 哪有那么傻 不是怕你受伤吗 行了 别哭 我安抚着霍于心 好久 才把人哄好 我下了命令 让他们打个招呼 好好照顾一下池炎 这孙子 居然想让我下跪 他就跪个痛快 霍家知道霍于心被绑 请了最好的律师团队 估计 食言这辈子想出来 不太容易 霍于心又来缠着我 他和我一起回了山里 你堂堂大小姐 跟我住山里不合适 回去吧 我无奈地和霍于心说 霍于心摇头你去哪 我去哪 万一你被别的女人勾走 我后悔一辈子 哪有别的女人 你一个人 我就够瘦的 我无奈地和霍于心说 他实在是太可爱 生生陪了我三个月 老爷子把我们一起赶出来 他让我去霍家提亲 不能忍女孩子白白跟我 我还是娶了霍于心 一直都很喜欢他 从他缠上我的那一刻 我们的婚礼办得很大 霍于心穿着婚纱的样子 漂亮极了 他脾气不好 我不敢惹他 可他对我是真的好 事事亲力亲为 外人眼里 我这个谢家家主 堂堂太子爷 很怕老婆 没人知道 霍于心是这世上最好的女人 别的女人 喜欢的是我谢家家主的身份 霍于心当初选择我的时候 我是山里那个 谁都看不上的你腿子 婚后两年 霍于心给我生了个女儿 和他一样漂亮 性子也随他 得 以后管我的女人 又多了一个 家里自从有了两个祖宗 我和老爷子的日子都不好过 你什么时候 带着两个活祖宗回自己家 他不让我抽烟 不让我喝酒 还不如要我的命 老爷子气急败坏地抱怨 大的不敢惹 小的惹不过 霍于心撇了老爷子一眼老爷子 我们是为你好 您年纪大了 不能抽烟喝酒 得养生 听到没 得养生 我幸灾乐祸地开口 老爷子朝我踹一脚 给我鬼圆点 外人都以为霍于心是高攀我 想问霍于心用了办法追悼我 让他开个班 跪求池太太开班 我们认真学 人生赢家池太太 后来 财经新闻采访我 池先生 请问池太太是如何追悼您 介不介意讲一下 也不算追吧 他把我看光了 他得对我负责任 其实 他没有那么喜欢我 都是我缠着他 霍于心有些失落的开口 他一直认为 是他缠着我 我没办法 才答应和他结婚 我听着霍于心的话 不由郁闷起来大小姐 咱就是说 讲点道理 好不好 家里地位最高的是你 其次是女儿 再次是你养的狗 平时狗不吃的饭 猜给我吃 我还要怎么爱你 众人哄笑声一片 我是真的冤枉 我爱霍于心 都爱到宠他无法无天的地步 也曾为了他 不顾身份 要给耻炎下跪的 他一个电话 我上百亿的合同 都得放一放 霍于心眼眶更红了 驰骋 你个混蛋 他和我说 他担心了很久 一直怕我离婚 从那以后 我每天都会霍于心说一遍 我爱你 全文完 感谢观看